1945年11月 有人控告民国著名将领冯玉祥犯有谋杀罪 将他推上被告席 而原告方也曾是政府要员 他叫徐道林 徐道林声称他起诉冯玉祥 是为了报杀父之仇 替父亲申冤 这起诉讼案不仅轰动一时 还让一桩尘封二十年的连环谋杀案 再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但无论是徐道林的地位还是影响力 与手握重兵位高权重的冯玉祥相比 差距都很大 那么徐道林与冯玉祥打官司 会有怎样的结果 而引发这场诉讼的真正原因 又是什么呢 民国民案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为您揭秘 状告冯玉祥上级二十年前的恩怨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1945年11月份 在国民政府裴都所在地的重庆地方法院 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诉讼案 这场案子呢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大摆龙门镇的一个谈资 究竟什么样的案件 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官司的被告 他的身份呢非常特别 主要有两位 一位呢是当时的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我们知道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他的下面只设了一位副委员长 那这个副委员长是谁呢 就是鼎鼎大名的冯玉祥 而且这个人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头衔 他跟蒋介石呢 是败把子磕头的兄弟 还有一位被告也了不得 这个人叫张之江 他就是呢 冯玉祥的西北军的五虎上将之首 还有着一个林则徐第二的美誉 就是国民政府禁燕委员会的主席 他又是呢中央国术馆的馆长 而这两位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分量够重了吧 那我们再看一看 所谓的这个原告方 究竟是什么人敢告这两位响当当的人物 想必他的身份呢 肯定也不一般 这个人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徐道林 他是国民政府呢 国务院政务处的处长 这个政务处呢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的这个 政策发展研究室的这么主任 这么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呢 徐道林和冯玉祥 张之江 都是同朝为官的 究竟有多大的仇恨 不能在政府内 或者是在这个党内来进行解决 非要闹到这个法庭上呢 而且这个徐道林呢 在告状之前 先把自己的官职给辞了 把自己的大好的锦绣的前程都都不要了 那真是舍得一身寡 敢把高官拉下马呀 那究竟是多大的仇恨 非要闹到法庭上要打这场官司呢 原来呢 这个徐道林啊 要和这个冯玉祥和张之江 打一场人命官司 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 要打这么一场官司 徐道林呢 在他的回忆录 就是叫个二十年后的深渊当中呢 是这样写的 他说凡是读中国书 听中国戏 看中国小说的人 对于他 没有一件比替赴深渊报仇更重要了 但我那时知道 对于我 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逢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 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 怎么能谈报仇 原告徐道林 在回忆文章二十年后的深渊中说到 他父亲遇害是在二十年前 也就是一九二五年 他认为杀害他父亲的直接凶手是张之江 幕后主使就是冯玉祥 而那时他只有十五岁 没有办法 也没有能力为父亲申冤 现在他起诉杀人凶手 就是为死去的父亲讨个说法 那么在二十年前 冯玉祥又为什么要杀害徐道林的父亲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 还要从冯玉祥与徐道林的父亲之间的恩怨说起 因为徐道林的父亲杀害了一个 比冯玉祥 亲身父亲还要重要的这么一个人物 可以这么说 没有这个人 就没有后来的冯玉祥 冯玉祥后来的这个官职做得很大 一切都靠着这个人 所以呢 他必须为这个人报仇 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徐道林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徐道林的父亲叫徐树珍 是江苏萧县人 萧县这个地方呢 现在归在安徽去了 段屈瑞做了国务总理 这个徐树珍呢 就做他的秘书长 就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又是呢 他的秘书长 又是他的陆军部的次长 所以后来呢 人们就称这个徐树珍 叫小扇子军师 他有了这么一个绰号 1916年呢 这个袁世凯呢 为了当这个皇帝 后来遭到全国的反对 修奋而死 袁世凯死了以后啊 这个北洋军阀呀 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是直系 一派是晚系 直系呢 就是今天的河北直立 当时叫直立这个地方 他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就是冯国章 冯国章呢 是直系合间人 所以他是直系的 这一派的领袖 段祺瑞呢 是安徽合肺人 所以这一派呢 就被称为晚系 这直晚两派呀 一直在斗争 明争暗斗 为什么呢 就是当时呢 国内啊 出现了两个政权 一个呢 就是北洋军阀政权 另外一个呢 就是孙中山领导的 南方的护法军政府 但是呢 段祺瑞这些人 他肯定是不甘心的 他要消灭这个南方政府 所以呢 他就出了一个什么政策呢 叫做武力统一中国 靠了武力 把孙中山把它消灭掉 直系军阀就不干了 冯国章他们就不干了 为什么呢 就是冯国章这一派呢 他的部队啊 都在湖北 江西 安徽和江苏这一带 这是冯国章的 这个势力范围 如果段祺瑞 要武力统一 那肯定是 冯国章的这些地盘 或者他的部队 先和南方的部队要打仗 那损失的是他的利益 他的利益损失了 那段祺瑞的利益 不就等于是增强了吗 所以呢 冯国章就提出来 和平统一中国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谈判 用这种谈判的方式 和南方呢 化解仇恨 合并成一个中国 这是冯国章和段祺瑞之间的 矛盾的政结所在 1918年6月份呢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段祺瑞策动啊 国内各个地方的都军 都军都是有军政大权的这些人 在天津啊 开一个会 叫都军团会议 商量什么呢 就是商量怎么样 继续地执行武力统一的这个政策 但是冯国章知道这件事以后呢 他不能眼看到段祺瑞的计策 他的计划成功 这怎么办 冯国章就派了他身边的一个 高等的总统府的顾问 现任的上将军 就是陆建章 让陆建章到天津 去搅局 陆建章到了天津以后 干了什么事呢 他就找到当时直系的这些大将 说你们啊 应该听这个冯国章的 不应该按照段祺瑞的意思来行事 这样一来就把这个段祺瑞的 这盘子计划呀 给他搅乱了 徐树珍呢 恨的是咬牙切齿 一定要除掉这个陆建章 用什么办法呢 他想来想去 想到一个呀 借刀杀人的好办 他借着张作霖 这个奉军的司令部 在奉军的司令部呢 设下一场鸿门宴 请客 请谁呢 就请陆建章 下了一个大红的琴帖 送到陆建章那 陆建章一看这个琴帖呀 头皮有点发麻 这去是不去呢 想来想去 最后觉得没什么问题 所以欣然前往 到了奉军司令部以后 一看 徐树珍很客气 早早的就在门外等着了 一见面互相寒暄 然后 到了客厅 落座以后 韭菜摆上 美味佳肴 散针海味 当时呢 把这个陆建章啊 吃的是非常高兴了 完了以后 徐树珍就说 他说我们到后花园去谈谈吧 散散步嘛 陆建章说 好啊 陆建章就走了 走到前面 徐树珍在后边 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呢 还有一些个人的回忆录记载呢 当时情况是这样 这个陆建章呢 走到后花园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把枪 就顶着他的后腰上了 这个时候 陆建章知道坏事了 大吃一惊啊 说徐树珍你想干什么 徐树珍就说了 你陆建章不是为了你的直系 东奔西走 就为了和我们晚系作对吗 现在呢 我请你跟阎王爷去作对 接着就是两枪 陆建章呢 狼枪两步啊 就趴到地上 徐树珍呢 打死了陆建章以后 这件事啊 很快就传出去了 张作霖首先要避嫌 他说这个人呢 是死在我这儿 那不错 但是这个事啊 跟我无关 我根本就不在司令部 这是呢 徐树珍干的事 就直接把徐树珍给推出来了 段祺瑞一听到这件事 顿时就傻了 半天呢 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就说啊 哎呀 没想到啊 这个柚子珍啊 徐树珍他的这个字啊 叫柚珍 说柚珍啊 这次的祸 这次的祸 闯大了 就是陆建章 即便他该死 也轮不着 你徐树珍来杀他 他是北洋的元老 又是呢 现任的总统府的高级顾问 还是呢 这个现任的上将军 你徐树珍 这个祸 不是闯大了吗 后果呀 很严重 这个事怎么 上后呢 你是怎么解决呢 你怎么跟世人 跟家属 跟这些北洋的这些将领交代呢 很多这些都军呢 把矛头直指的段祺瑞 和徐树珍 在这种时候呢 这个段祺瑞呢 为了安抚大家的这种情绪 就决定呢 先拨五千块大洋 给这个陆建章的儿子 陆成武啊 让他好好的把自己的父亲呢 给他后葬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段祺瑞和徐树珍两个 还有一个担心 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他们不害怕这些 在朝着这些文武大员的 这些指责 最怕的是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冯玉祥 冯玉祥和陆建章的关系 不一般 早年呢 冯玉祥投军 陆建章非常欣赏冯玉祥 后来呢 就决定提拔这个人 到什么程度呢 他把自己老婆 刘氏的一个内侄女 嫁给了冯玉祥 有了这种关系以后呢 再加上冯玉祥 自身的努力呢 官运横通啊 他从自己的一个 号长开始干起 干到排长 连长 最后做了营长 1911年呢 辛亥革命爆发了 武昌的新军呢 在造反 这个北方的这些新军呢 这些青年的这些军官呢 一个个听到的热血沸腾 也想响应 这个时候 冯玉祥就和当时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营长啊 就密谋造反 一些事情都商量好了 谁知道事迹不密 有个叛徒呢 向当时的政府报告了 结果这批人全部就抓了 响应南方的造反 那就是死罪啊 立即被押赴刑场 结果这几个人到了刑场以后呢 枪响之后 没想到 其他那几位都被打死了 只有冯玉祥活下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陆建章这个关系 陆建章当时呢 是袁世凯的警卫军的统领 袁世凯都受到保护 所以他说句话 别人能不听他的吗 所以呢 前线的将领啊 手下留情 枪下留人了 冯玉祥就这么活下来了 死罪是免了 活罪难逃啊 当时清政府就命令 把这个冯玉祥呢 押到保定 陆经监狱去服刑 没想到啊 在路过北京的时候 又是这个陆建章 把冯玉祥啊 保下来了 不但给他保下来了 而且呢 重新恢复他的官职 又做了营长 从营长又做到了团长 后来呢 陆建章把这支部队呢 扩展的呢 第七师 陆建章呢 就做了这个陕西的这个都军 冯玉祥呢 他这个部队呢 就扩大成 第十六混成旅 他就成了旅长了 所以你想想 如果没有陆建章 冯玉祥 早就死了 就不要说以后的 这些带来的这些荣华富贵了 而且呢 冯玉祥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知恩图报 当陆建章被徐时针打死的这个消息 传到常德以后 冯玉祥当时是痛不欲生啊 他原本应该立即提兵到北京 为他的恩公报仇的 要向这个段祺瑞和徐时针呢 讨这么一个公道 但是呢 他转念于想 自己现在这个一个混成旅的这个力量 要和段祺瑞几个师的部队来进行对抗 那就是拿鸡蛋撞石头 不但搭上自己的性命 还报不了恩公的仇 这怎么办 想来想去 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发展大了 强大了以后呢 到那个时候才能够报仇血恨 因此呢 他决定迎人下来 等待时机 找一个机会啊 再一举除掉徐树珍 让冯玉祥意想不到的是 几年之后 徐树珍所在晚戏军阀的实力急速下降 冯玉祥部队的实力稳步壮大 冯玉祥认为 为恩公陆建章报仇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那么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民国民暗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为您揭秘 状告冯玉祥 上级 二十年前的恩怨 到了一九二零年 段祥瑞下野了 在这种情况下 冯玉祥的力量在一步一步地壮大 而惋惜段祥瑞和徐树珍的他们的这个力量呢 将和日下 在这个时候呢 段祥瑞 徐树珍已经无力和冯玉祥进行对抗了 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份呢 就爆发了直凤战争 直凤战争打响以后呢 冯玉祥啊 和张作霖定了一个秘密的协定 他们两个成联盟了 把大总统曹坤给抓起来了 有这么一句话 叫国不可一日无主啊 你北京政权 你没有总统 你不能总在那空着吧 那怎么办 结果呢 张作霖和冯玉祥 经过谈判达成一种妥协 就这样吧 我们把下野多年的段祥瑞 请他出来出山 做临时总执政 这个总执政呢 实际上就是总统 这个事啊 对段祥瑞来说 那真是天上掉馅饼了 下野四年了 没想到这个馅饼砸了自己脑袋上 人家请他出来 当这个总执政 这件事呢 给段祥瑞 特别是徐树珍 带来了一个希望 什么希望呢 就是重新东山再起 这么一个希望 因为最高领袖 已经是我们晚夕的了嘛 这个事肯定是对晚夕有利的 但是老江湖段祥瑞可不这样看 他认为自己呢 就是冯玉祥和张作霖的玩偶 是被推出来的 没有实权的 而且呢 徐树珍和冯玉祥之间是有仇的 你徐树珍这个时候要到北京来 趟这个浑水 想加强晚戏的势力 你这个目的冯玉祥也是应该看得疫情而出的 冯玉祥能容忍你到北京来吗 他能够不对你下手吗 为了保护徐树珍的生命安全 段祥瑞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给了徐树珍一个考察 欧美各国政治专使的这么一个头衔 让徐树珍呢 到海外去避风 先躲过这一阵 以后视情况的发展呢 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所以徐树珍呢 就是打着考察各国政治的一个 这么一个旗号 作为国家的专使 派到国外去了 在国外呢 整整一年 跑了呢 美国呀 德国呀 法国 意大利呀 这些国家都去了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就是跟人家商量啊 签订一些购买武器的这个协定 为什么呢 要发展晚戏的势力 要发展晚戏的军队 你就必须有武器 要弹药 这些事呢 基本上谈都谈妥了 在这种情况下 徐树珍认为时机到来了 可以回国了 回国以后 到了上海 他迫不及待的 想把自己在欧美这一圈 获得的这些成果啊 向段祺瑞进行汇报 没想到呢 段祺瑞突然来了个电报 阻止他立即进京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冯玉祥和张作霖两个人呢 一闹的是剑拔弩张 马上就要开战了 段祺瑞心里明白 自己有可能随时啊 被冯玉祥或者是张作霖一脚踢开 你徐树珍到北京来 北京就是冯玉祥的地盘 你就是自投罗网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无论如何要直指 徐树珍呢 进北京 段祺瑞让徐树珍暂时不要赶往北京 可以说是出于其人身安全的现实考虑 因为他觉得冯玉祥恩仇必报 肯定不会放过徐树珍 但段祺瑞的好言相劝 却被徐树珍拒绝了 那么徐树珍为何执意要去北京 他在冯玉祥的地盘上 收到死亡威胁又将如何应对呢 《民国民暗》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揭秘 状告冯玉祥上级 二十年前的恩怨 徐树珍不这么想 为什么呢 他认为现在的时机 是惋惜东山再起的 唯一一个大好的机会了 如果这个机会丧失了 以后可能就再没有机会了 再说呢 他在欧美各国走了这么一圈 尤其跟一些国家接触 比如说法国签订了一些秘密贷款 购买武器的这些协定 这是重新振兴惋惜的这么一个基础 如果把这个大好时机失去了 以后再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他迫不及待的要进北京 要见段祺瑞 徐树珍呢 在北京一共住了七天 七天过去了 安然无事 徐树珍呢 就在12月29号那一天 突然决定要回徐州 没想到段祺瑞制止徐树珍呢 南下就不要动 为什么呢 原来就在这一天 段祺瑞啊 进了他的办公室了 突然发现呢 桌上压了一张纸条 他抓起纸条一看呢 是毛笔写的 拔个字 让他看得心惊肉跳 这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呢 是幼增不可行 行必死 段祺瑞当时就慌了 这个条子是谁写的呢 是谁放在这呢 他不知道 问人也没有人知道 那为什么要写在一个 表示示警的这个条子呢 这里头肯定有问题 于是段祺瑞立即决定派人 阻止徐树珍南下 没想到呢 徐树珍看了这个纸条以后呢 就哈哈一笑 他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纸条是真的是假的 都不知道 什么人送来的都不知道 如果我看了这个纸条 我就留下来了 那说我这个人不是 胆小如鼠吗 所以呢 他就决定 还在这天晚上 按照原定的计划 七点钟动身 南下 再说冯玉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吗 终于等到这个徐树珍了 在自己的地盘上 如果让徐树珍再溜走 那以后就 这个机会就很难再说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冯玉祥又是如何 设计密谋 谋杀这个徐树珍的 这些问题呢 咱们下次再说 为了打赢官司 徐道林依然辞去官职 放弃大好前程 但在起诉的关键时刻 蒋介石却出手干涉 那么蒋介石的干涉 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徐道林又为何 抱憾终身呢 下期节目中 王小华为您揭秘 状告冯玉祥 下集不了了之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